歡迎收看每日焦點新聞 俄乎戰爭持續超過兩個月 烏克蘭南部城市黑爾松市長科列哈耶夫透露 俄軍已經正式控制當地市議會大樓 拿了大樓的鎖匙並換走警衛 改為由俄軍負責看守 他在當地星期一晚上七點多離開大樓 儘管黑爾松在三月頭以來 就一直處於被俄軍佔領的狀態 但是之前市議會仍然在烏克蘭的控制下運作 當地傳媒報導 黑爾松市議會由星期二起不再運作 科列哈耶夫和市議會職員獲准離開歸家 另外烏克蘭東部勞金斯克地區 受到俄軍連任晚工之後 其中一個村莊已經變成廢墟 所有房屋都遭受到跑擊損毀 區內的供電設施也都被摧毀 村民已經撤走 烏軍也都後退去到另一個陣地 烏克蘭中部和西部有五個火車站 週一早上接連租俄軍導彈襲擊 造成五死十八人受傷 西部里玉夫附近一個鐵路便電站也都遭導彈擊中 俄羅斯國防部氣候證實 以高精度導彈摧毀烏烏方六個鐵路供電設施 以阻止運送外國武器去到東部頓巴斯地區供烏軍使用 波蘭總理莫拉維茲奇星期一表示 波蘭政府已經運送坦克去到烏克蘭 但目前基於安全原因 他暫時不會透露提供了多少兩坦克 以及有什麼途徑給烏克蘭 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表示 會持續與烏克蘭和平談判 但警告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機真實存在 還說北約提供武器給烏克蘭 意味北約實際上與俄羅斯交戰 警告衝突升級風險相當大 拉夫羅夫接受俄媒專訪時候 批評基庫當局在和談採取的做法 指扎連斯基說話矛盾 假裝談判 說他是一個好演員 還表示示意是有極限的 如果不是互相將無在於談判進程 拉夫羅夫又說 烏克蘭境內的西方武器 是俄軍合理的攻擊目標 警告不要低估衝突 發展成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真實風險 他說烏克蘭危機將以達成協議的方式結束 但協議內容將取決於軍事行動的實際情況 烏克蘭外長庫列巴在社交網站回應說 拉夫羅夫只是想嚇倒國際社會 令他們不再支持烏克蘭 那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國防部長奧斯丁 就到了基庫和烏克蘭總統 扎連斯基會談 會談之後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表示 美國希望看到一個被削弱的俄羅斯 美國媒體就隨即解讀 這是暗示拜登對於俄烏衝突的戰略轉變 一起和巴士的部總編輯你和談談 你和你 你好 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和紐約時報等 美國媒體不約而同 從奧斯丁發言中 意味著拜登政府的戰略轉變的味道 CNN認為 美國方面終於亮出了想要在這場俄烏衝突中達成的目標 就是要削弱俄羅斯的實力 長期保持軍事中立 並且盡量達成可能停火的和解協議 《紐約時報》認為 當前俄烏衝突的本質已經改變了 已經從爭奪烏克蘭控制權 變成了事實上的美俄直接對抗 同時這兩間媒體也發出提醒 這種戰略方向上的轉變可能會帶有風險 例如是可能引發俄羅斯方面更嚴厲的核威脅 雖然這種可能性很低 但也應該要保持謹慎 根據報導 在會談後 在波蘭靠近烏克蘭邊境的一個秘密地點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就告訴在場記者 他認為俄羅斯正在失敗 烏克蘭正在成功 奧斯丁就說他們希望看到烏克蘭仍然是一個主權國家 是一個能夠保護自己主權領土的國家 希望看到俄羅斯被削弱 直到他們再無法做入侵烏克蘭這樣的事 俄羅斯已經失去了很多軍事能力 他們希望看到俄羅斯方面無法迅速複製這種能力 奧斯丁繼續說他相信如果烏克蘭有正確的設備和支持 就可以贏得戰爭 而美國就會盡自己所能幫助烏克蘭 針對他這番言論 CNN的報導的時候 解讀奧斯丁聲稱美國想要削弱俄羅斯 這突顯了拜登的戰略轉變 報導說與奧斯丁同行的美國官員說 奧斯丁提到的這一點 其他拜登政府官員其實也有提過 俄羅斯在經歷這次俄谷衝突後 將會變得比之前更加虛弱 但美國官員此前一直都不願意明確地說 美方的目標就是要看到俄羅斯失敗 並且長期保持軍事中立 並且對達成某種談判和解方案 持審慎樂觀態度 CNN引述消息人士說 拜登政府官員樂觀地認為這是一個可以實現的目標 政府官員和國會消息人士都說 他們相信對於烏克蘭持續的軍事援助 可能會對俄羅斯造成重大的打擊 這將會削弱俄羅斯的長期軍事實力 從而在戰略上對美國是有利的 對於美國顯露出的這種心態 一名東歐國家的官員就告訴CNN 這是令人感到非常沮喪的 這名官員說 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辦法 就是意味著一定要讓烏克蘭贏 雖然CNN點出了美方的戰略轉變 但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名發言人堅稱 奧斯汀的言論和美國幾個月來的目標是一致的 即是要讓這次所謂的日侵變成俄羅斯的戰略敗北 這名發言人還補充說 美國是希望烏克蘭贏 這就是為何美國用武器和裝備去武裝烏克蘭人 並且針對俄羅斯實施制裁和出口管制 而對於奧斯汀提及到希望俄羅斯被削弱的發言 《紐約時報》同樣認為這個言論背後 是有某種轉變的跡象的 與CNN分析出的關鍵資訊略不同 《紐約時報》的觀點更激進一些 報導直接指出 這個轉變體驗在當前俄羅斯衝突的本質上 即是從一場爭奪對烏克蘭的控制權戰爭 而變成一場美國更直接對抗俄羅斯的戰爭 報導認為俄羅斯衝突之初 拜登並不想變成美俄之間的衝突 因為他當時說過 《紐約和俄羅斯的直接對抗》 將會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他們必須努力防止發生 此後拜登強調美軍不會介入俄羅斯衝突 並拒絕在烏克蘭的上空設立禁飛區等 但在此後烏克蘭對於重型裝甲的需求越來越大 美俄之間的措持越來越尖銳 美國言行上逐步指向俄羅斯軍隊 報導認為根據幾名美國官員透露 奧斯汀的發言直接動機想出使到 扎蓮茨基和美方聯手在未來幾個月達成某種形式的停火談判 但從長遠來看 奧斯汀對於美國戰略目標的描述 勢必是會強化普京 經常提出的觀點就是這場衝突 實際上就是西方要握殺俄羅斯的實力 動搖他政府的穩定性 以及削弱俄羅斯的軍事實力 CNN還指出美國和他的盟友對於俄羅斯的制裁 必須要涉心熱熱的 因為這種嚴厲的制裁 可能會為全球經濟帶來風險 一位熟悉美國情報領域的消息人士說 無論是在制裁領域 或者是軍事和情報領域 懲罰俄羅斯時都要考慮某種平衡性 《紐約時報》還援引英國前高級安全官員 阿羅約的觀點認為 第一個存在的風險就是 需要俄羅斯軍事力量 可能很容易令俄羅斯整體實力下降 但普京將會利用這一點來煽動民族主義情緒 第二個風險就是 如果普京認為俄軍的常徽軍事實力正在被壓殺 他將可能轉移加大對西方的基礎設施 科學武器和核武器庫的網絡攻擊 這個可能發出核威脅 儘管這個可能性很低 美國這個策略的轉變 客觀的效果就是 其實俄羅斯戰士是很難停下來的 謝謝你 在今天城廣場舉行的閱兵儀式 並發表講話 他稱會繼續以最快的速度 加強北韓核武發展 準備好隨時部署 他又指核威懾力基本上是用來防止爆發戰爭 但如果任何勢力企圖侵害北韓的根本利益 將不可以不使用核武 北韓應該時刻做好準備 隨時使用核武去堅守使命和發揮壓制力 韓聯社報道指出 金正恩所謂的國家根本利益受損 可能不只領土受到直接攻擊的狀況 而是更加廣泛的範圍 北韓星期一晚上九點起 在平壤今日城廣場舉行閱兵儀式 據北韓中央通訊社報道 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也有出席 有段時間未公開露面的北韓軍方第一把手 勞動黨書記朴友天、朴靖天也有現身 報道也提到今次御兵儀式 展示火星17型收制彈道飛彈 當局指火星17曾經在3月24日試射 已經向國際展現北韓的絕對力量和戰略地位 特首林謝月娥表示 安慰看到香港在過去10日的疫情更趨穩定 確診個案持續下降 希望下降的速度可以更加快 他又說跟4月15日相比 遺風強檢的個案陽性比率下降至0.23% 而本月17日的最新即時有下繁殖率也沒有反彈 他指香港逐步恢復常態和市民的正常生活 包括小學可以復課 而學生在早上做快七的過程順利 中學民朋友可以如期開考 和首階段放寬社交距離的措施已經實施 他提到 在5月仍然需要作出部分的重要決定 包括第二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中學在GSE結束後可以逐步復課等等 他指 香港在穩控疫情方面出現良好和正面的局面 政府可以繼續推薦工作走向復常的道路 他有提到長者和兒童的接種率不理想 仍有約40萬名長者和兒童未打第一針 呼籲長者和小童的家人盡快安排他們打針 你問到本港是不是清零無望 以及會不會進行全民強制檢測 他就回應說政府要不停地檢視疫情 評估所採取的措施 也都要考慮措施對社會經濟的影響 和700萬市民的承受程度 又強調現階段未是時候做決定 仍然需要不停地檢測 行政長官選舉唯一候選人李家超 星期六將會出席由七間電子傳媒舉辦的直播 答問會 回應傳媒和市民提問 答問會會在晚上八點半舉行歷時一個小時 李家超將會就民生、房屋等問題作回應 答問會不切現場觀眾 但仍然有市民提問環節 由預先錄影的市民提出問題 合辦的電子傳媒新聞報分別在商業電台、香港電台、新城電台、有線電視、Now新聞台、鳳凰衛視香港台和無線電視 李家超競選辦成員早前表示 李家超仍然在草意政綱 爭取在半週內公佈 來港支援的廣州中醫藥大學副校長廣東省中醫院副院長張忠德表示 亞洲國際博覽館的新冠病人經過中醫診治之後有效舒緩症狀 認為本港在制度上需要擦場鬆綁 例如院舍出現個案初期等中醫提供診治 有助阻止重症的出現 他又說兩地中西醫一起在亞博倫班 修治、管理病人和制定治療方案 認為香港有很好的經驗 本港醫生值得表演和敬佩 又形容雙方合作交流順暢 已經來港支援抗疫一個幾月的張忠德指 內地團隊分析亞博新冠治療中心內的連長新冠患者 當中有八成至九成出現吸收、多痰、消化度及上呼吸度症狀 很多患者服用中日之後症狀得到顯著的改善 例如有氣喘病人服用三至五劑中日之後 由原本起不到身和臥床進食都氣喘 變成可以下床坐和走動 他表示內地有一套治療新冠的組合療法 包括穴位膚貼、針灸、艾舊推拿和刮沙 但因為本港很多長者的治理能力調查 溝通都有問題 暫時不能在亞博開展非藥物療法 修治表示經交流和考察 認為本港中醫業有良好基礎 但制度上需要擦場鬆綁 讓中醫有更大的發揮 例如院舍出現個案初期可以由中醫介入 他建議未來老人院患者要加強弊環管理、藥物和疫苗預防 政府也應該允許或者要求三十間中醫診所 去管理十至二十間院舍 因為中醫藥早期全程介入是有做 防止患者發展成重症 他補充 現在最大的一面場是 本港中醫仍然未可以參加 診療住院的危重傳染病等患者 他期望有一套准入制度 被通過巧合的中醫參與 以提高和發揮他們的作用 如果只能在診所看病 或者透過遙距診療住院病人 情況並不一樣 2019年9月尾 幾百名指揮者在旺角警署外縱火堵路 18歲男生協助點燃路障 當場被捕 翌年4月起決席法庭聆訊 直至去年被警方拘捕 男生早前承認暴動 和沒有按照法庭的指定規額兩罪 區域法院法官胡雅文 今天判刑時指 縱火明顯早有預謀 不過被告在消防員撲火的時候 沒有加以阻止 或者和警方有進一步對抗 考慮到被告年紀 更新需要暴動規模特等的因素 判他入教導所 法官指出法庭就暴動罪的判刑 需要具有阻嚇性 以達到保障公眾秩序 和市民不受暴力威脅的目的 因此被告的個人背景 和求情不是主要考慮的因素 法官指被告和他人 懷有共同的目的參與暴動 對附近居民、交通造成嚴重影響 即時監禁是無可避免 案發當日的縱火明顯早有預謀 不過在同類案件中並非最嚴重 歷時亦都不長 被告在先防員撲火的時候 沒有加以阻止 或者和警方進一步對抗 地點在馬路中央 而非警署或者其他建築物附近 法官有引述被告的報告內容 指被告本性戰略受媒體影響犯案 現時深感後悔 和承諾以正確的渠道表達意見 不過表明勞教中心 不足以反映案件的嚴重性 法官認為教導所是適合判刑 因為最長刑期都不會超過三年 希望被告期間遵守紀律訓練 改過自身 今天支撐點新聞講到這裡